直播現場好高級喔 他們是錄影 他錄影喔 我可以現在這麼高嗎 我可以高足嗎 不可以 有錢的話可以 你上來搞一下 我想要而已 看一下厲害 開始了嗎 開始 哈囉大家好 我是新北市議員候選人跟國民 那我們今天呢 來跟我們的長鳳政委 一起來直播來聊聊這個開放政府在地方的發展 那我們先請 跟我們的觀眾朋友介紹一下 大家好 我是長鳳 然後我是 新北市的這個 新店花園新城那個選區的選民 所以這是 我們選區的候選人 所以我順便來拜票 OK 那現在是在我空中 每個禮拜三 都是社創中心 從早上10點到晚上10點 我的office hour 那之前有過相當多的 想要選舉的朋友們 都有來聊過天 那所以今天很高興就是RPK過來 謝謝 謝謝 那我想先問一下就是說 因為其實政委在這個行政院裡面 是在推動這個開放政府 過去有一段時間在開放文化基金會 也是在做這個台灣開放政府 2014到2006年整個爬梳 我們做了哪些 對做了一份引子報告 網路上都有大家可以上網查一查 那有全文上網 那我想問問看政委說 在行政院現在在推動的這些開放政府 目前遇到最困難的地方是嗎 對 當然我們現在有做一系列的漫畫 就是暴水軟體難用到爆炸的系列漫畫 這個網路上都已經有了 大概就是在講我們做開放政府的整個想法跟過程 那目前也很坦白講 就是說我們透過開放政府聯絡人的這個程序 來處理的案子目前大概40幾案 所以從這個程序建立實際核定成要點 那個是賴院長上來之後核定成要點 到現在累積的案件數不能說很少 但是也不是很多 所以其實就像那個高佳陽常常都說嘛 就是說我們可以挑出一些標竿案例是沒有問題 可是絕大部分的案子還是不是用這樣子的方法來做 那我們現在是透過這個程序的示範 讓大家可以不用害怕 覺得說好像五千個人隨時要上街了這個 我們沒有辦法處理 對 而是說各部會現在都覺得說 有一個開放政府聯絡人的一個網路 他不知道怎麼處理的話 他可以去詢問 然後會讓這些朋友們 對有一個有系統的方法 去讓對爆炸人體就是很有意見的朋友 馬上不是有糖吃 而是就要到廚房裡面一起坐糖吃 可是實際我們目前的吞吐量就是有限 所以我們一個月就是處理兩個案子 那所以到目前為止就大概處理40案 也不敢說都處理得很完美 但是至少比本來的程序一定是開放很多 但是這個東西它影響到的部會 目前大概也就只有幾個少數的部會 像農委會或者是財政部或者是衛福部等等 有開始建立他們三級機關的開放政府聯絡人 意思就是說具體跟大家實際每天有關係的 這些三級機關 現在才剛剛開始接受到這樣子的概念 那像在六度來講 當然台北台中我們都有去演講過 但是目前也只有台南設置了 市立的開放政府聯絡人 所以即使在六度裡面 我們目前也才擴散到一度而已 所以我覺得主要的困難 也不能說困難 就是說它這個文化是需要時間 大家才會習慣的 所以現在台北台上是在建立一些範例 範本讓大家可以嘗試 對 那也有有機的在擴展 其實這個擴展的速度 可能跟大家想像的那個速度是不一樣的 那因為其實我在做這個 我前年在做這個開放政府的影子報告的時候 其實很有感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現在開放政府的報告 雖然我們有行政院相關的要點 可是其實我們並沒有真的法律的法規 那所以它其實能夠規範的就很有限 比如說只能規範在行政院裡面 那其實對其他像監察院立法院來說 它其實都沒辦法規範到 那就像你剛剛講的 為什麼只能推到六度裡面 只能通往一度推 而且是只能去用演講的方式 他們變成他們要自主的 地方政府要自主的覺得說 這個有趣 而且我覺得好像有用 所以我願意試試看 那才有辦法說來做 因為我們並沒有真的是建立了這個制度 那想要 你覺得在地方政府上面想要推動開放政府 還可以做哪些 對 不過我想這邊強調一下 就是說 從一次報告寫完到現在有一個進展 就是六度都簽署了open data chart 就是國際的開放資料憲章 因為我在CEDAO模式常常看到 就是你有公共門報告 你有影子報告 如果沒有國際的人來看的話 這兩個報告不一定接得上 對 對 那所以六度願意去參加這樣一個國際的屏蔽 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一個開始 那六度以外的現實 當然我們有一個標準的講法 就是說希望接近他們的六度 能夠建立起一套制度 然後讓旁邊的現實能夠很容易的參考 不需要自己重新建立一套系統 所以我覺得在六度上至少 我覺得狀態比擬 就是寫影子報告的時候要好一點 要好一點 等於它有一個國際的方法 方法論去用 那另外一個方向就是在其他的院的部分 監察院的話 我們已經三度通過了就是政治獻金的陽光法案 所以以前在社群裡面大家要用就是 所謂的宅利文字辨識 去辨識的政治獻金 至少現在看起來是公開了 是可以整個完整的格式下載 所以監察院我覺得反而是做得很好 而且在參與的部分監察院的審計部 那我們最近也有一個對談的主資稿會釋出 他們發現join平台 他們有嘗到甜頭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一般不會去問大家 對我們的系統 對我們的政策有什麼建議 說不定來了十個人就很多了 但是監察院問的是大家有什麼疑慮 所以他每次問一個有什麼疑慮 隨便就來一兩百人 因為大家不太需要完整的了解 就可以提疑慮了 但是你要提建議 你要先完整的了解 政策脈絡 對那所以監察院就把這些疑慮整理成 好比像說像在台北市 他們之前有庇護工廠 那個是國家去補貼 那他們現在變成一個設計大樓 然後用一塊錢的月租 讓社會企業自己去經營 那監察院審計部就覺得 那這樣子我要怎麼審計 就不知道 就問大家疑慮 就非常非常多疑慮 他們就整理成九點 然後給負責社區的政委 也是我 那我就去告訴他們說 應該怎麼樣審計 這樣子就有一個新的審計原則 工部門就比較容易創新 所以我覺得監察院現在不管是在 就是剛剛講的法律層級 或者在它實際又中原平台的層級 都是做得相當好的 可是因為剛剛其實講到在六度部分 雖然簽了就是開放資料相關的 但是其實在開放政府 就是如果我們說參與的這一塊 決策的部分 決策的部分 就是在政策的部分 如何讓公民參與 其實都還是停留在 變成每一個 每一都它可能會有自己的一些指導方針 有一些特色 特色 對 那它不一定實際上可以符合 我們在想像的開放政府這樣的概念 那你覺得如果是這部分的話 我們還可以做什麼 當然一個好處是 就是像台南市現在有開放政府聯絡人 所以好處就是說它每一個居處 它等於跟中央的開放政府聯絡人 有一個對應關係 是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中央所形成的一些 不敢說是最好的做法 但至少比較好的做法 可以去及時的進行交流 是 那但是如果就是地方政府 目前是用一個好比像說的參與式預算 或者是一些特定的參與方法的話 那這跟中央的參與方法其實不相同 有一點短暢 有一點短暢 所以我們現在具體的做法就是說 我們是做一個公版 就是在中央平台上面 是 去把你需要確認 人別 譬如說你是住在哪一都的 或哪一區的 你才能進入政策討論的 這個身份驗證 你先做起來 是 所以你不管是推參與式預算 推 i-voting 推這個特定的政策的就是問卷調查或任何東西 它至少可以用中央平台來很容易的去把 就是人員匡限在這一路或者這個縣市 它住的地方 是 所以我們現在的做法仍然是 就是請國發會去把這個公版的東西去各處的推廣 那他們要用的時候 至少第一個 不用承擔自然的風險 因為各度都很怕 你推一個新的什麼東西 然後就 對 就外洩了一些個資 或者是說 就莫名其妙被改了首頁啊 或什麼之類的 那所以 至少我們國發會有一個安全的公版 給大家使用 那第二部分還是說 它的實際的參與的方法 我覺得是不怕比較的 像 桃園市 他們就是參與式預算 對 他們讓移工來參加 那又配了四個語言的翻譯啊 等等 那這個確實是中央也沒做過 誰都沒有做過 在台灣是首創的 但是我們就是給它一個舞台 然後鼓勵它去分享 那這樣的話 其實別的地方 也許也可以因此受到啟發 它不一定要是 中央由上而下 它也可以是地方做得不錯 那大家學 做得很爛 大家不要學 那這樣子 因為其實我的確 在參與這塊 我覺得地方政府能夠做得 有時候其實是比中央 可以更觸及到 所以的確 如果在開 不過你會覺得說 如果有一套 比較好的行動方針 是對大家來做的嗎 我想這個要看 市長跟市議會的關係 就還是要回到地方 每個地方去 因為像我們推參與式預算 有一個很重要就是說 議會會不會覺得 這是搶他們的權力 其實之前就有這樣子的案 就是議員會在他們職選的時候 提問說 那這樣子我們是明選出來的 那我們沒辦法來決定這個預算 那我們的職權會不會不會 確實 但是也有反過來的 好比像說工程建議一款 這個大家都覺得 不是很妥當 就是有他的這個 正當性的一些挑戰 那也有一些議員 那就說好 那我的工程建議一款 拿出來辦參與式預算 那忽然之間 參與式預算 就變成是提高議員的正當性 而不是提高市長的正當性 所以我覺得 這要真的要看 他們的附會關係 來決定 那當然之前也有 就是前泰南市長 有一段時間 是直接去辦公民論壇 因為他跟議會的關係 比較特殊 那那位市長現在是我們院長 是 所以就是說 就是說我們都要看 實際的附會關係來決定 是是是 那其實我覺得 最近有一個很 蠻不錯的 就是那個 在這個 我就是在參選的時候 對議會改革提出了一些想法 因為我過去兩年來 其實都在做新北市議會的 一些議會的監督 然後我們其實過去一直在 就是抗議就是說 我們為什麼都沒有 比如說我們會沒有直播 或者是我們的會議紀錄很晚的上網 然後我們最近就通過了這個 地方立法機關的組織的準則 內政部在這個會報上面通過 對 那所以從下一個會期開始 應該全面都要直播 那可是其實 因為剛剛在講到說 立法院其實也沒有受到 這個行政院的開放政府的 但是立法院創比較前面 對 創比較前面 可是地方議會其實相對來講 是落在比較後面的 因為地方議會相較立法院 因為沒有受到那麼大的關注 那他受到的監督也相對比較少 那雖然現在這是一個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邁進 就是說 接下來開始地方議會都被 也就是說被迫要開始透明了 而且你直播的話 民間自然有字幕組 方便說就是 沒錯沒錯 對 那可是 那你覺得說 政委會覺得說 在民意代表 無論是中央或是地方 那其實尤其是在現在 還並沒有很開放的地方 那你覺得民意代表 就是像比如說 我們現在在選市議員 那你覺得我們還可以再做些什麼 我想有兩個嘛 一個是說 如果有一些六都已經做得很好的部分 那其實我覺得 就是不要怕去宣揚它 我覺得這是蠻好的一個想法 就是說 比如說像剛剛所謂議員配合款 去做暫時預算 這個是放到國際上 都可以討論的一個案例 那又或者像說 剛才講說 市議會當然現在要全面直播 可是直播你也有很多配套 那這些配套其實包含就是你一直播 那即時就會有人透過像國會無雙等等的 這種方式去即時提供一些意見 怎麼樣把這些意見或評論 是有價值的帶進議會系統裡面 而不是輪為就是大家在那邊貼一堆表情包 這個是這個是一個很值得 很值得 對 很值得 因為你有互動大家才願意看直播 不然看錄影就一樣 但是如果互動都是一些就是 比較習慣會讓人不舒服的 那反而你會就是摧毀大家對於監督的這個興趣 對 所以如何讓大家有興趣的互動 我覺得這是地方議會真的可以想一想的部分 對 這是一個 對 這是一個 那第二個是說 這樣子直播的過程 其實大家就可以看到說 你事前如果有承諾 說我的證件是什麼 我一定要提出什麼之類 那目前當然GDV有一個叫投票指南 Low Taiwan的 它是透過群眾的力量去做一個摘要 去看說到底誰在哪一次議會的哪一個session裡面 他當年承諾要講的東西 所以他講了剛好相反的話 那如果剛好相反的話 為什麼呢 對不對 也給他一個能夠澄清的空間 那所以與其是說 我們每四年再來這樣整理一次 那我覺得這可以是當做一個 每天每週都在更新的資料庫 一個不停的update 對 我覺得後面這個就是滾動式的update 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 謝謝 好 那可以先幫我開電腦 開那個電腦 開電腦 我的 然後其實還有一個問題 是比較關於社群 就比較不甘就是這個市議員成績 因為其實我們 我們第一次認識的時候 其實在GDV的這個黑客社 那上個月其實也是GDV的Same 對對對 那其實我在Same的時候 就有 就是我們就有討論到 跟一些社群的夥伴討論到 我自己覺得蠻有趣的一個線上 我想跟你問問看 就是大家在講說 這次Same的報名元素其實 明顯的降低 然後 然後 然後呢 好像大家就是對於這個開放政府的動力 就是慢慢的在降低 不管是 我覺得聽起來大家就覺得 不管是政府還是 民間的社群力量都在減 不管然後大家 過去可能是有一些運動 比如說太陽花 或是有一些運動 然後讓大家都 很有動能想要來參與 那現在這個動能一直在趨緩的狀況上 你覺得還可以這樣嗎 我想不像機器 就是這樣 它是像是一個大船轉向 對 而且每年大概才能轉一次吧 對 的這樣一個過程 那以前大家覺得動能很強 是因為其實根本還沒有碰到那艘船 覺得大家還在往船衝 對 那個過程 還沒實際上 對 對 那你現在實際就已經push到船了 那當然有些人 就是 他是用 就是 他不像說 我們常常說 轉方向盤嘛 這個 踩油門嘛 踩煞車嘛 踩離合器嘛 每一個部分都有人 對 可是當你碰到說那個量體 本來就比你大 就是全台灣的公務員 我記得在2014年底 當時我就去跟所有十二指等 台灣剛好有300位 對 十二指等的公務員去演講 然後去講說 我們是怎麼樣 透過這種大規模的自己 通訊的方法 對 在318運動裡面去觸及非常多人嘛 是 那這個是一個很中性的就是基礎分享 對 那但是當時就是我記得那300位公務員 當然一方面他是很讚揚 覺得說好棒這樣 對 那但是二方面就是覺得說 這個在他部門裡 他就還沒有辦法這樣子做得到 對 那所以就是你如何把他的武力感去扭轉 這300人你只能一個人一個人去扭轉 那當然你扭轉了他 這個時候他就是幫忙 傳染給他旁邊的 兩個人三個人 但是就是說 畢竟你要觸及到全部300人 就是要時間 這個就是我說你真的碰到船 那船也開始動了 但是你的動能就會覺得說 欸你被那個量體有點吸收掉 意思是說就是 當我們實際上開始改變時 他需要一點時間來發酵 所以你會感受到覺得他好像 越來越趨緩 但事實上 改革在這情境之中 我們還感受上面覺得比較難 就我們力氣就這麼多嘛 所以被碰到之後 對 在碰到的時候 你一定被他本來的慣性抵消掉一部分 對 但目前 好科學的體育喔 是 符合萬有引力原則 對 那除非說我們現在的量體 就是民間的這個能量 大過全台灣公務員的總量 那目前就沒有 目前就沒有 所以我們是以捲動到的這些人 但是公務員大概也都願意改變方向 只是他們改變習慣的速度 不可能有我們人定員防守 就是每個公務員都派一位運動者 去跟在他旁邊 其實很多基層公務員 他其實工作上面工作量很辛苦 所以其實有時候 我覺得這個改變他們也需要一點時間 挑釋他們工作 對啊 所以我們現在推的方式 才是盡可能讓他們不加班 然後風險可以由我們吸收的方法來推 可是這個推法當然就不可能 就是見極率極 他一定是說他真的省了一點時間 他用多的一點點時間 去參加什麼公格力之類的 那所以這個就會變成是很個人 但是我覺得也比較長久吧 他不會因為我才不太久 增加他的誘因 然後形成一個我 讓他有主動性 好 今天其實呢 剛剛有稍微談到一個 是關於政治獻金開放的部分 就是說監察院有通過這個陽光法案 然後來做政治獻金的開放 那其實我們一直 我自己一直覺得說 我其實之前選舉的時候 就有跟一些人討論到 就是呢 政治獻金的開放其實都是在 現在雖然已經開放 我覺得這很棒 可是呢 還是在選完大概兩個月到半年的時候 才會來工作 沒錯 所以其實你在選舉的當下 你可能看到 欸有些人買了一百面看板 然後有些人買了非常多的廣告 可是你其實不太能知道 他實際上花了多少錢 他不是滾動式 因為他不是滾動式 那可是我也大概可以理解說 這個會計作帳 他有一定的難度 所以我那時候的想法也是覺得 我不太能夠有這個立即 或立場去抗議說應該要滾動式 我覺得這個對監察院來說 難度可能有點高 但所以那時候我們有非常多的候選人 其實現在不只是我很多候選人 都開始自己自主的去公布說 我現在收到的政治獻金 那我那時候就有去G0V提案 然後做了一個這個小遊戲 想要分享給就是政委 這樣子拍得到嗎 開開開開開開開 對對對 這是我們的募款的遊戲 然後這是G0V一個 就是幾個大神級做的 然後這就是我的募款程式 然後可以選擇角色 這個是國昌 有的時候 我可能這邊只有國昌 然後可能沒有 沒有做彈簿政委的角色 那我們就隨便選K色頭髮 然後 然後 我幫他跑一下 好 開嗎 沒關係 慢慢 好的 好 所以這就是我的 就是這個募款的遊戲 那它裡面 它這邊的地圖呢 有非常多的 這個不同的建築物 那不同的建築物 代表上爭的不同的價值 比如說這個是捷運站 那它就代表著交通 所以你如果對交通有興趣 你覺得希望博物 或者是希望這個候選人 因為我們這是open source 所以其實其他候選人都可以有 那希望這個候選人來 就是關心交通價值 就再針對這個來購買物資 就是等於捐款這樣子 然後我們購買的東西 都是城市裡面會常常遇到 比如U5站牌 類似這樣子 那捐款完之後 就會出現在這上面 比如說現在看到的這些東西 就是其他人捐的 然後這都是可以移動的 OK 對 所以它是一個比較有趣味性的 募款的遊戲 那其實最重要的是說 在後勤中心特別 點進去之後 就可以看到 我們的支出清單 就是目前 我們到9月花了 總共花了多少錢 對 然後也可以看到 其他人捐的 物資捐獻的清單 就是其他在這個有性上面 捐了哪些東西 然後 他是捐在哪些東西上面 所以我們 現在就是用這種方式在 就是進行我們的 政治獻金的開放 那其實我還是覺得 雖然我 有點 我了解清單 在這個滾動式開放 這個政治獻金上面 會有一定的困難 但是其實還是希望 就是每個候選人 可以往這個方向去前進 因為其實我覺得 我們不應該在選舉上面 花費太多的 就是 預算 有幾個問題 一個是 當然見面很漂亮 很像G01 當初新手的那個APP 對 但是如果你從別的管道 收到的現金 會等達到這上面嗎 我們的支出 會等達到這上面 但只是支出嗎 我們其實現在還在試圖 就是 因為我們不算支付寶 對 我們試圖把支付寶也穿進來 那現在又還在持續的update 包含我們還在 創我們手機版的部分 對 那我們是希望 然後就發現手機好像不能用 對手機不能用 所以我們手機版現在還在創立 然後支出 我們是覺得至少支出 一定要全上 所以我們支出是另外用 我們的會計 來持續的更新 這樣 對 對 對 所以我的確是 我就覺得這個部分是 就是在未來政治獻金上面 可以再持續努力的地方 我覺得蠻有意思的 嗯 然後 而且我們希望他慢慢的長大的話 希望其他的候選人 不管是國民黨 然後小黨候選人 都可以開始用類似的方式來滾動式的開放 他的支出的手 OK 那還有就是說 如果我其實只想要你的支出名氣 我不想玩這個遊戲的話 對 有沒有一個地方可以下載 我就是 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其實都等花隊 不過我覺得你講的蠻有道理 我們應該在我們的網站上面 來增加一個我們的支出 對 因為這個就是開放資料的精神 就是你不一定要用他的呈現方式 你可以自己用別的呈現方式 而且這樣在各個候選人中間才有可比性 因為也有一些候選人據說要有區塊鏈 所以他可能有他的呈現方式 特有他的呈現方式 現在大部分候選人好像都是Facebook上面呈現 不過的確 你這樣一講 我覺得如果要讓大家可以下載 的確是應該用一個資料格式的方式 等於一個常用的格式大家都用類似的格式 那等於別人的貼近這裡面 就直接變成他的遊戲 是一個wide label的概念 對 一個wide label的概念 我覺得這不錯 謝謝 謝謝政委 那我們今天的直播好像就到這邊 時間差不多了嗎 欸 斷了耶 是嗎 好 已經斷線了 沒關係 還在 好 那我們今天謝謝政委 那也謝謝我們的所有觀眾朋友 謝謝 謝謝